以证据说法 用法律维权 让公平正义 触手可及 律师来了 我觉得蛮生活化的 就是比方说 我骑车在路上 结果我因为买东西 跟对方起了口角 对方就把我的钥匙 给拔走了 对方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我们知道违法 但是他触犯了 什么样的法律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问题蛮有趣 是一般民众 有可能真的碰到 例如说 有的人被撞了 那被撞了 我们当然要赶快 这个凶手 就是撞你的人 跟他讲道理 或者是要他赔偿 结果看他一副 就是不想处理 而且甚至想骑车落跑 那你情急之下 有没有可能 为了阻止他落跑 把他的摩托车钥匙 拔下来 因为他就没有办法 启动这个车嘛 那让他也走不了 然后来跟他理论 确定这个大家理论好 谁该赔多少钱 然后才让他离开 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 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说 如果今天在没有得到 对方同意状况下 我们先不管什么原因 就是对方没有同意 你硬把对方的车钥匙 给拔下来 然后让对方没有办法离开 这其实已经构成 我们刑法304条的强制罪 刑法304条的强制罪 讲的是说 用强暴胁迫的方式 使他人行无义务之事 或者是妨碍人行使权利 可以处三年以下的有机徒刑 拘役或是九千元以下的罚金 大家大概是看得懂 要被罚三年以下 但听不懂什么叫做使人行无义务之事 或者是妨碍人行使权利 到底在讲什么 简单来说 我们如果回到白话 就是我今天想要走在这条马路上 那是我的选择 我今天不想走在另一条马路上 也是我的选择 但如果有人强迫我 我只能就走在这条马路 不管我愿不愿意 这个就是强制别人去做一件他不想做的事 这就有可能构成强制罪 那同样的我骑着摩托车 我想停就停 我想骑就骑 结果被别人硬拔走钥匙 导致我就没有办法骑车了 那也会是触犯强制罪 那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还常看到另一种容易成立强制罪的态样 就是我在开车的路上 突然有人硬开到我的前面 逼我的车 强迫我的车紧急刹车 因为他在前面紧急刹车 所以我不得不紧急刹车 或甚至在我车的旁边 逼我一直开往路间的方向 路边的方向 那这种逼车的行为 也很常被来主张强制罪 或者呢 最近比较常听到的 有人呢 在家里面看电视 结果楼下觉得他很吵 上来跟他理论 那我们呢 就不开门 结果呢 楼下就一直按门铃 一直按门铃 按到我不得不开门 那这个时候也可能构成强制罪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强制罪的太阳 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容易在生活当中发生 如果别人不想做 而我硬要他做 就有可能构成强制罪 那这一构成强制罪 就是一个刑事责任 而且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换言之是警察会来处理 最后如果判决有罪 还有前科记录 那有可能一科拔金 但是呢 也有可能判超过六个月以上 没有办法一科拔金 而必须要坐牢的一个处罚 所以像我们刚刚有提到 强暴跟胁迫 那强暴呢 是只用物理的方式 限制他人的自由吗 对没错 强暴的方式 就是说 我们可能硬拔他的钥匙 让他没有办法骑车 或者是说任何其他方法 我们有的人 我们讲比较夸张一点的 例如说我可能威胁他 如果你就去走 那我可能要对你做什么不利的行为 那当然也有可能构成恐吓罪 可是对方因为被你这样子的恐吓 使得他不得不依照你说的方式去做 那我们也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强暴胁迫的方式 同时构成强制罪 也同时构成恐吓罪 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难免会遇到不讲理的人啊 比方说呢 我去买饮料 或者是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有些人觉得 他就在店家门口了 所以他就停个车也不拔钥匙 那有些人只是好心过去 就想说 把钥匙拔起来给那个机车骑士本人 可是他也没有恶意啊 但是呢 却被反咬一口说 他强制拔了他的车钥匙 没错啊 虽然你觉得你没有恶意啊 可是我们这个强制 就是让对方感受到 他原本想做的事情不能做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成立这个强制罪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讲说 这个强制罪是在很多种状况下 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说好 今天这个产生强制罪 有没有可能因为我的手段 我是不得不做这件事情 我的手段是正当的 而可以阻却违法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后续 也可以来跟各位讨论的 那像我刚才有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今天发生行车纠纷 如果我今天对方就是不想处理 就想要绕跑 那我为了要确认对方的身份 那我必须拔掉他的钥匙 让他不能走 然后等警察来 那就有人来主张说 对我虽然已经触犯了强制罪 因为我让他想走不能走 可是因为他是现行犯 他就是一个犯罪者 我为了要逮捕 我为了要让警察可以抓到他 所以我不得不限制让他的行动自由 那这个时候的确到法院去审理 法院就有可能会认为说 确实因为行车纠纷 那他是现行犯 又为了要确认他的身份警察 又在路上了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面 的确有可能因此来阻却违法 阻却这个违法的事由 虽然我触犯了强制 可是为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让我不因此要去处罚强制罪 这个倒是有可能构成 只是我们还是提醒民众 如果在这种状况 因为其实现在监视器都很发达 真的这一个犯贤 撞到你的人跑掉了 其实要再抓到他 也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那我们因此被告一个强制罪 然后再来主张 我没有违法 法院走了一招 有的时候在这个强制罪 还不确定有罪 无罪的过程当中 对方可能就会要挟 我要跟他合计 所以我们会请这个各位 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尽量还是不要去拔对方的钥匙 不要说我可以阻却违法啦 我可以让我强制罪不处罚 因为还要经过法院的调查 那到底够不够成 又是个问题 那我们也会担心构成 有这样子的疑虑 所以我们最好是连触犯都不要触犯 他要走 那没关系让他走 反正现在的警方监视器 调阅是很容易 也很容易再抓到他 会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不管好心或者是有意无意 都不建议大家去拔对方的车钥匙 如果今天发生这种行车纠纷的话 其实民众可以调监视录影器 或者是行车记录器 都有办法搜正 而且可以向对方提起刑事告诉的 没错没错 我们是建议这种方式 对大家来讲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然后也不用真的去冒险去赌一把说 到底会不会因此可以阻却违法 因为每个个案都不太一样 有可能这个法官觉得有 有可能那个法官觉得没有 所以我们也就是尽量让大家不要去尝试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也遇过很多是 我们应该讲说叫做正当防卫的状况 这种比较特别 例如说如果有人要对你做一些不利的行为 那我们有遇过说有人可能要抢劫你 那我们在这个状况下我必须要去防止被他抢劫 所以我可能因此也限制了他的自由 例如说我是一个受过这个训练的人 所以他要来抢劫我的过程 我反过来把他架住 然后这时候其他的人请警察来 那我就把他架住等到警察来 然后来把他抓去警察局 这种状况下面我们叫做正当防卫的状况 就比较有可能是我们不得不做 因为我如果不去防御 我如果不去反击 很可能真的就被抢劫成功了 那这种状况我们才会认为说 好吧那我们不得不冒险去做一个正当防卫 不得不冒险去做一个强制的行为 否则的话很可能我财务就损失了 或我身体就受伤了 所以我才不得不触犯这个强制罪 然后再来透过法院审理 确实我符合正当防卫 所以这个处罚不需要处罚我 那这种状况我们才勉为其难的 去做一个强制行为 除了我们刚探讨的议题以外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也会有一些情况是例外 比方说警察在执行公权力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例外吗 没错没错 其实警察很多行为 如果他不是警察 我们都可以说他是一个犯罪 例如说当警察发现你可能有酒驾 那你又想要赶快逃离现场 不想被警察抓到 那这个时候警察当然有可能硬拔走 你的车钥匙 然后让你留在现场 做这个酒驾的测试 这个时候当然警察是执行公权力 所以不会触犯任何的法律 不会触犯这个强制罪 又或者说你的车上可能有毒品 所以警察在这个时候 不得不请你下车 或甚至怀疑或担心你车上 可能有枪支或武器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不得不把你压在地上 妨害你的自由 然后去搜查这个车辆等等 警察做这样行为 如果不是因为执行公权力 不是因为你可能是一个犯罪的现行犯 警方做这些行为 当然可能构成伤害罪 妨害自由罪 或是强制罪 只是因为警察是执行公权力 所以就会主确违法 可是就执行公权力这件事情 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说执法过当 这个怎么判断呢 应该说很多的法律的要求 警察有一个叫警察执权行使法 所以警察执权行使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 像是我们警方 有检察官拿到鞠票 有从法官那边拿到搜索票 其实也不能够贸然地 对人的人身自由 或者是对他的隐私来做一个破坏 那如果警方都没有这些依据 例如说警察他有在一些热点做盘查 我们常常看到说有固定的零检点 那警方在这个零检点发现脸红红的 或闻你开车的过程有在飘移 看到警察有在闪躲 那警察呢 依照他警察执权行使法的规定说 他发现怀疑你可能有这样子喝酒的状况 那他必须临时做一些限制你自由 然后去做盘查去做调查 那这种才能够让警察是合法的 否则的话警察如果走在路上 只是看到你也走在路上 就突然对你限制人身自由 或甚至我们过往看到 对这个路人做这个大外歌 就把他摔倒在地这种行为 其实警方都是很有可能 因为他的职权行使过当 而让自己吃上官司 或让警察甚至触犯伤害罪 或是妨害自由罪 或是强制罪的 今天呢 透过了维婷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有时候啊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自己 面对状况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失去理智 强制去造成别人的困扰 或者是自己的负担 因为有可能 因为你的行为而触发 没错 所以我们也是 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 让大家多了解一下法律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避免 对方跑啦 或者是觉得自己很有正义啊 但有可能会让自己 深陷法律的风险 所以我们会提醒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啦 今天呢 透过了维婷的分享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强制罪哦 也让大家知道呢 真的不要去妨害 行使对方的权利哦 非常高兴邀请到维婷来分享 谢谢维婷 谢谢 谢谢志源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大家